这奖就那奖 好吗 完成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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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好 挺好 不要动啊 来来 你过来来 你这干什么呀 先把我自己啊 先把我自己 也不知道挺好 都炒都弄 这是你们家门口 不嫌丢人家门口 不嫌丢人家门口的事 不嫌客家吗 在你家门口 奖钱不都给你了吗 给多少 心里没输吗 那都还给你了吗 来来来 你还要是没 搭过监控还怎么回事 都给你了吗 要钱这么大 谁这么大 是说咱们 还要什么钱 二十八八 你要什么钱 不要 回来到 回来到啊 你你们家门口 你要不嫌就是咱们在这吵 我刚劝过你了 还没完没了的 听清楚啊 挺好啊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没了 把你嘴巴放干净 干什么呢 啊 你以为你家门口 随便骂人了 随便可以揍手打人了你啊 我劝你赚钱啊 你没给你脸什么钱啊 你听说啊 正常还在第三 今天是我伟多人请先生的委托 来跟你们沟通一个 你们遗失了我伟多人的财务 拒不归怀的一个问题 听好啊 钱 你们捡走了 一共二十八万八千元彩礼钱 你们还八千块钱就是还完啊 我没嫌那么多 有证据哥 证据 有什么证据啊 已经都给你了吧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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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 他有啥证据啊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咱们先捋一捋 如果说我说错什么了 做错什么了 你们可以直接取出来 但是要拿出对你的证据出来 懂吗 我今天代表法律员来 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为他负责任 懂了吗 委托人 请先生 他现在马上要跟他的女朋友 正式开始结婚了 然后对话 听我说啊 你先听我说话 看我说错对 跟我没关系 听清楚啊 这个事本来你结婚 确实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你已经离法律的红线 越来越近了 懂吗 这么大岁数 我劝你半天了 我希望你给我冷静点 好了 你以为随便骂人 随便打人 可以吓唬我吗 我不是让你吓唬 我不是让你吓唬 你听好了啊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代表了国家法律员来 我不是为了过来吓唬你的 怎么 我快四十岁 然后吓唬你老头了 我就冒费我 听好听啊 听清楚 我的委托人 二十八案发的彩礼 当时对方说 二十八案发的彩礼 要当着亲戚同的面 用现金的方式点过去 所以我的委托人 才去银行 把这彩礼钱全部取出来了 然后就在当天晚上 他的这些亲戚伙伴侣 为了庆祝他明天结婚 然后请了吃顿饭 但是那天 我委托人犯的唯一一个错误 就是因为一时的性问 喝多了 所以导致二十八案发 就遗落在 回家路上 就遗落在你庆祖的位置上 听好啊 现在随着网络科 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 现在整个村里 就全部不让手上走了 当时我在委托人 回家以后发现遗失了 第一时间 原路返回 并且同时 拨打了负金电话 在你当地派出所 介入之下 找到了你 然后你说 你还有你的 应该是你爱人 你们两个 说这个钱 你们捡到了 但是不管是风吹 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你们只捡到了八千元 好 当时我的委托人 真的误认为 你真的就捡到了八千 所以你把八千还了以后 我委托人 还对你表示 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听我说完 还没完事 如果说 事件到这里截止的话 今天我们再来找你闹 这是我们无理取闹的 但是听好 毕竟还有二十八万的 现金没有找到 所以我的委托人 慢慢无奈之下 又再一次的 到拍摄所换了 懂吗 听好了 我就想 短短一晚的时间 二十八万现金 不可能不一而非 所以我的委托人 到拍摄所换完以后 才发现 通过调记监谈才发现 二十八万发的 全部现金 全被你们俩先够了 当时就放在你们院子里 那边小队车上 然后你们 你在前面骑着车 车子里面 你在前面骑着车 你在后面坐着 抱着人家的钱 要把这几个拿出 谁看你钱的 都是证据 都是证据 当时我们去 那个拍摄所在那里以后 拍摄所和你们社会会 已经把监控录像 全部都调出来了 虽然说监控录像的 那个历寸比较大 但是我们调取了 部分的截图 看一下 这是你们两个 是吧 当时衣服都没有换 还是这是衣服 这是你们两个 所作所为 听懂了吗 一切都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如果说 在正常情况之下 我的委托人 在第一次 来给你们沟通 这个签馆的责 当时我的委托人 向你们很郑重的声明 如果说你们 真的捡到了 全额的钱 只要说把这个钱 还给我的委托人 我的委托人 愿意拿出 二十八万 把你们八万块钱 作为感谢费 给到你们老两口 算作一个小辈 对你的孝心 当时跟你们说的很清楚 你们一证言辞 一本证理的时候 我就捡到了八千元 所以我的委托人 半分不在之下 只能先把发行员拿走 本来想这事 聊了以后 再回来感谢你们 但是没想到 在介入了报警以后 通过监控书上 我们才发现 二十八万块 一分不少 全让你们俩给拿走了 现在你们俩还张嘴 还谁看的 别这样 所有的证据 一旦介入法律了 那么每一条证据 每一个视频帧 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图像 都是可以把你们送进法庭的 现在所有的摄像头 监控录像 包括我们去拍摄所 所有取证的 就这个 来来你看看这个 来 把镜头给上这个车 不要动 来 把镜头给上这个车 听好了 来来来 别动 不要乱 看好了 这个就是你们当时 捡到我委托人 那个彩底前 所骑的那辆车 视频里面 当时我们去拍摄所 调查取证的时候 监控录像里面那辆车 就是这辆车 对吗 还需不需要 我们再做一个证据鉴定 还需不需要 把你们的行为坐实了 听懂了 别笑 你们俩这么大年龄了 听清楚 这么大年龄了 你听好了 这个问题我稍微回答你 但是我希望 你俩先给我明白 这么大岁数了 你们要想起一个点 如果说 我只是 捡到了人家的钱 我没有归还 这个 是存在 道德层面问题 听清楚了 这是存在 道德层面问题 但是前提是 没有法律介入 但如果说 有了法律的介入 并且 所有证据 事实清晰 所有案情 情节清晰的话 那你们这个行为 就已经构成了 刑事犯罪的行为了 已经不简简单单 是一个民事责任了 听到没有 这辆车 是你们那天晚上骑的车 你们两个到现在为止 衣服都没有换 所有监控录像里面的画面 就是你们所在的本身 所在的本人 懂了吗 所有事实已经很清晰了 还有另外你 刚才你说的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 你听好了 你给我听明白 第一 我今天到这来 是代表国家法律二来 我没听说过 国家哪条法条 是为了吓唬人家存在的 别吓唬律师 如果你认为我再吓唬你 别吓唬你 你给我出去 挺好了 干嘛 你给我出去 挺好了 挺好了 不要动 听清楚 你们没有权利 伤害任何普通公民 如果说 你们再进行 有攻击性的动作 我可以在法律的允许 范围之内 予以正常反击 听懂了吗 听清楚 以为你岁数大 就可以跳出法律之外了吗 我告诉你我是啥 我代表了国家法律二来 今天我就代表正义二来 你觉得你那套说字 如果能站得住脚 就不用法律存在了 你听好了 听好了 你还不刚 你捡多少钱 心里没输吧 来来来 不要了 你听好啊 刚才你说我在吓唬你 你给我听清楚 你把这句话给我记死了 国家的每一条法典 每一个法条 没有一条法条是为了吓唬人存在的 每一条法条 只要你犯了所对应的错误 法律的错误一定可以落在你的头上 你们听好了啊 没有那颜色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补法的 我也不是来给你们上课的 听懂没有 我今天来的目的 是所有证据 事实清晰 我是要代表我的委托人 把他该拿到的这个损失 给他拿回来 挺好啊 今天如果说损失拿不到 你们两个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听清楚 刚才所有的视频资料 你们全都看完了 包括我委托人 所遗失的信息 还有在警察立案的 派出所的立案回职 全部都是清晰的 听好了 这些资料 如果说在没有法律 技术的情况下 这就是一纸文书而已 它代表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一旦事实清晰 接触法律了 那这个东西叫立案证据 挺好啊 我会代表我的委托人 在第一时间 把所有的资料 包括你们派出所 给我们开的所有资料 第一时间送到人民法院 挺好了啊 起诉以后 胜诉以后 时间对我们而言 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你们老两口 你们要接下来 面对的法律后果 你们要自己想明白了 听清楚 第一 听好了 不要再当法盲了 听清楚没有 你们现在每一天 都在享受着这个法律 或者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所带给你们的保护力 而且如果你们 再继续轻视法律的话 你们会为你们 今天所有的决定后悔的 挺好了 在我没有来之前 是你们私下解决了 私人感情的问题 这个我不参与 但是今天我来了 我一定要拿一个结果 挺好啊 法律文书下达以后 我胜诉以后 你们两个人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 懂吗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们两个人 所有的微信 支付宝 一样卡 数字人民币 百分之百会被冻结掉 这是第一 第二 听好了 第二 你们名下所有固定资产 不管是房也好 车也好 还是什么也罢 百分之百会被冻结 法拍 这些钱 用以偿还我委托人的债务 听到没有 另外 根据你刚才进门 包括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对你 进行一个行政拘留 一年两次 一次十五天 你先想明白 你要面对什么 听到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 你先再冷静一点 刚才所给你们陈述的 是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惩罚力度 是有限度的 但是刑事责任的惩罚力度 是必须要严格执行的 听好 听清楚 根据刑法 313的规定 这个钱 现在就在你们兜里放着 这才过几天了 你们不可能把它花没了 这个钱 就在你们卡里放着 如果说 你们拒绝归还的情况下 就是有能力归还 拒绝归还 这叫拒止罪 面对你们两个的 是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如果说 根据涉案金额的大约小 二十多万的涉案金额 不再小数了 这几年你们想好 怎么进去蹲着了吗 想好了吗 还有 你俩给我听清楚 现在 如果你还认为 我在吓唬你 那你可要冷静地想一想 我有没有必要吓唬你 我为什么吓唬你 我吓唬你 我能得到什么 你给我听清楚 现在所有的事 我已经给你交代明白了 信也好 不信也好 当法律的钢刀 落在你脑子上的时候 我看你信不信 我假的 我不是他吓唬 没错 我说过 我假的 我说过 在没有法律接触的情况下 你们就是一个捡钱没还 这是道德层面的事 但是这件事情 由公安接触了 派出所接触了 法律接触了 也由我们来接触了 也就是现在所有的事 不是一个民事行为的问题了 懂吗 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明白了 我刚才说的很明白了 好 可以了 不要再偷玩概念了 不要再吃了多话来回说了 没有意义了 懂吗 不重要了 没意义了 现在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两次机会 第一个机会 你自己主动把钱还掉 第二个机会 我们向法院起诉 在收到法院传票 胜诉下达以后 我们直接把你房子发拍了 把你的车发拍了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看 让你耿 compet 就… 让你 regular 我 SYED 给你扛好了 Media 来 ruckner 去 你ets 给你老前 通过你的 好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 挺好的 不用了 挺好的 我们来正常维权 会离开你们这个房间的 会离开你们这套院子的 但是你们会挺好的 这么大岁数了 我希望你们以后做人 能够多得到一些别人的尊重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从你这个房间离开 从此以后 你们和我的委屈人再无瓜葛 但是你们挺好 如果说在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你们任何一句 侮辱我委屈人的话 我一样可以用法律办你们 走